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就是咱们凭消防施工所用的一些常用材料 比方这个就是咱们正常用的一个别法 这个就是正常的砍工 就是根据咱们现场的检测系统 就是支付简牌PM2.50 达到离界点的时候 咱们机器人头顶报警器自动报警 然后联动水拔自动喷水 这个就是咱们机器人喷雾的一个项目 这个大概有200斤左右 成本的话还比较低 就在一千块钱左右 这个人工质花了两千两页 三个人花两天两页